最近有一位韩国女性A某在健身房接受PT的时候 因为突然感到头晕就暂时躺在地板上了 而这个时候男性教练帮她放松腿部肌肉的时候说了一句 您就算瘦了 曲线还是一样 真是受到祝福了 在这里教练用的曲线可以用在胸部 臀部等地方 就表示胸部 屁股有曲线不是平平的 听到这句话的A某不觉得这是称赞 只是觉得很不愉快 当时另外一位教练指责了这个发言后 男教练马上向A某道歉了 过了几天 因为A某觉得见到教练的话会感到很尴尬 就苦恼要不要退款后将这些事情PO到网上了 A某表示 当着人面前说胸部很大是要怎样 也不是在做胸部运动的时候说的 本来想直接就不去了 但是一次6万块太可惜了 最后A某给教练发了短信 要求退款未使用的两回PT费用 而教练用短信一直道歉 并表示会将已经使用的8次 总共10回份的费用全额退款 然后A某也把教练的短信回复上传到网上了 这个天文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能引起误会的话都不该说吧 这教练真没脑袋 那个人可能是真的在称赞 但就是因为批评身材批评长相已经生活化了 所以都不知道这就是性骚扰 到底平时是怎么想的话会把这个当成是称赞呢 对异性直接称赞胸部很大的话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种事情就是要被报道 社会认知才会有所改变 当然不能有过度的指责或者是人肉搜索 但是要让男人们知道这个发言是错的 然后也有网友们表示 受了曲线也是一样 听了这句话觉得不愉快的话 是要怎么混这个社会呢 女的太夸张了 这里不就是管理身材的地方吗 是有自卑感吗 应该是教练长得不怎么样吧 长得帅的教练说的话应该不会不愉快的 能把称赞不愉快的接受也是有毛病 感觉是本来就想要退款 所以在故意找茬呢 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也有寻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